在我还没有Termomix美上品之前 我从来没有煮过这一道汤 我是有了Termomix开始 才开始在家里面学煮这道汤的 原来是那么的简单 它的味道就在这个时候 已经初步的在形成了 所以最后 其实是一个诀窍 哈喽,大家好,欢迎你们收看 YoniceliciousTV,我是Yonice 今天的影片会教大家 利用Termomix美上品煮一道汤 这道汤没有加任何的肉类 可是它喝起来却很清甜 重点是它20分钟内就能够完成 这20分钟是包括备菜的部分哦 想不想学呢? 那就要继续留守我的影片 不要走开哦 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汤是上汤鲜菜 配料很简单 这道汤我蛮喜欢煮的 它常常会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 烹煮这道汤一点都不难 让我来告诉你它多么的简单 我们先开始介绍食材的部分 上汤鲜菜一定要有鲜菜 这个就是我已经处理好的鲜菜 我已经洗干净,沥干水分了 在我还没有Termomix美上品之前 我从来没有煮过这一道汤 不过在餐馆是蛮常会点的一道菜 如果你在马来西亚 不太认得这一个蔬菜的话 在超市你看说明的话 它的名字叫做Bayan Leaf 我是有了Termomix 才开始在家里面学煮这道汤的 原来是那么的简单 再来就是你需要一粒咸蛋 那你需要把咸蛋黄和咸蛋白都分开 这个是咸蛋黄 你需要把它切成小块 这里呢就是剩下的咸蛋白啦 接着你需要枸杞20克 这个枸杞你需要洗干净 然后浸泡在50克的水里头 放在一旁带用 蒜头4半 那我连皮都没有去哦 等一下就让Termomix美上品来帮我 还有一颗的鸡蛋 那这个呢是最后才加的 调味料的部分 这道汤为什么会那么清甜哦 那甜味呢是来自于蔬菜的 那它的咸味呢 就是来自于咸蛋白 还有鸡精粉啦 再来呢调味料还有一点点的白胡椒粉 你还需要油和水 就那么简单 所以我很爱做这道汤 今天就分享给大家 那我们现在马上开始 那我已经把枸杞洗干净 然后浸泡在50克的水里头了 你就可以放在一旁备用 咸蛋白跟咸蛋黄也处理好了 那现在呢 我们先把我们的蒜头剥一下皮哦 一样的 我们就用这个面子的蛋品来帮我们剥皮 把蒜头倒进去 接着5秒 反转速度5 很快 这是没有时间的人就应该尝试这道汤 那它已经帮我们剥好皮啦 这个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的 那它已经帮我们剥好皮了 好它已经帮我们剥好皮 也顺便帮我们打碎咯 那你就不需要浪费时间再去切 真的很简单 只是需要把蒜头皮拿出来 然后就可以继续我们的料理 那我们把我们的蒜头挂至煮锅底部 接着呢 我们就倒一点油把它爆香 油的部分呢 我们是需要15克的油 把半寸酵出来 然后15克的油 爆香我们用4分钟 用一个4分钟 爆香是120度 反转移 4分钟很快 它已经爆香咯 现在呢 我们就要加800克的烧水 一定要烧水哦 把半寸酵出来 记得哦 一定要烧水哦 接着我们就放白胡椒粉 一点点白胡椒粉 再来就是鸡精粉 两茶匙 一茶匙 两茶匙 那我自己是没有再放盐 因为我觉得这个汤已经很够味 很清甜了 我就没有再放盐了哦 把盖子盖上 然后我们继续烹煮 5分钟 100度 速度1 这个时候汤就在加热了 它的味道就在这个时候 已经初步的在形成了 只是需要5分钟的时间哦 那我们稍后煎 5分钟加热完成 那接着呢 我们就要把我们的 县菜放进去汤里头 继续的让它烹煮 这里的县菜大约是300克 还有我们的咸蛋黄 把它加进去 好 再来就是我们的枸杞 连那个50克的那个浸泡的水 也一起一并的加入哦 这时候的枸杞已经是软的了 那我们用很短的时间 把这道汤煮好 现在把盖子盖上 我们用2分钟半 100度 那里面已经有馅菜了 所以我们一定一定要用反转 速度1 那所有的东西我们都已经放进去咯 现在只是剩下我们的咸蛋白 还有我们的这一颗蛋 那这个是最后才放上去的 我们是希望它有蛋花在上面哦 如果大家还不知道怎么做蛋花的话呢 可以参考我上面的这一支 番茄蛋汤的影片 今天要做的蛋花也是差不多一样的 你可以选择分开放 或者是一起放 那我懒惰多一个碗哦 我就一起放 就把这个蛋 把它一并打进我们的咸蛋白里头 稍微把它打散就好 不用混合的非常的均匀 因为我们就是需要看到它有一点点蛋白 还有一点点蛋黄 这样子呢你的汤才漂亮 两分半钟很快 那接着呢我们就设定一个30秒 100度 反转速度汤试 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把你的这个蛋液混合液哦 把它倒进我们的煮锅盖上 它就会慢慢的滴落进去我们的汤里头 有必要的时候呢你可以稍微把盖子拿起来 把剩下的边边的都把它扫进去 那我们的汤其实已经完成了 不过我们先不要把盖子打开 让它在里头焖 要焖多久呢大约是两分钟 然后我们才盛盘 我们两分钟后见 两分钟已经过去了 那现在我们的汤就可以开始盛盘咯 哇 我想给大家看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它的蛋黄很漂亮 已经在里头 上面已经成型了 所以最后焖的那两分钟 其实是一个诀窍 好我们现在可以开始盛盘 这一个就是今天的上汤现菜 有没有很简单呢 真的是不到20分钟你就可以准备好一道汤 而且它是非常的清甜 食材和调味料都很简单 希望大家有空的话呢 可以尝试这个上汤现菜 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分享到这里 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朋友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并按下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子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有关于特末密的影片 我们下一期见拜拜